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5月1日 判断所做的选择 该考虑的是 所期待的结果 而不是沿途可能出现的东西 判断影响人做选择 许多时候判断会受到过去的经验 及现在周遭环境的影响 回顾自己做判断的习惯 您注意到做判断时 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吗 我是不是更期待目标或结果 而不是过程中的事物 一份市场调查研究发现 当试吃摊上只摆一种试吃品时 会有四分之一的消费者 在试吃后会购买 但是当摊上摆上了三种产品时 购买率便降到5% 这说明当资讯变得复杂 选择多元时 会影响人的判断力 反而让人不知如何选择 对于有选择困难的人 问题不再如何选择 而是不能确定自己所要的目标是什么 通常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人 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了解最终的目标才是重点 而完成目标的手段只是其次 在面对环境不断变化出现的事物 他们心里想的是目标 而不是外面的种种情况 也就是这句至于指出的 决断你要做的选择 你该不顾过程中表面看起来是合理 顺当的事 而是注目于终点 因此做决定时 你要聚焦在最后的目标 不是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合不合理 而是你的优先是什么 因为合理很好 但要小心 如果它已经成为俗化的合理 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是合理 在贪污的环境中 合理就是你不要太干净 或是说这里的习俗就是这样 但这是不顺当 也不符合天国的原则 在信仰内 先确认你内心最深的渴望是什么 那才是生命要紧的 圣奥斯定说 拥有爱 然后做你想做的 所以不要东看西干 摇摆不定 先厘清什么是你要的 才能把目光放在生命的目标 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做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